大家好,欢迎来到杰克一位来先聊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在长距离的越野赛 我们要如何训练负重能力 在负重跑的训练当中又有哪些必须注意的事项 在长距离的越野赛中负重能力不只对我们有帮助之外 那我们训练完之后在一般的比赛对我们的能力也会有所成长 并不是每一个比赛都要负重 我们一般都是希望我们装的装备可以越清越好 如果强制装备一样那么多的话 那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强制装备都有带 然后又达到最清的效果 那有很多强制装备目前都是轻量化 防水衣还有防水库还有一些保暖衣 都是尽量做到最清量化但是却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我们一般在越野跑的时候不一定要背那么重的东西 但是如果有训练负重跑能力的话 整体的越野跑的能力也相对的会提升 除了参加巨人之旅这种超长距离 它的强制装备需要很多之外 那平常我们其实也不太会去训练负重跑 那如果偶尔训练一下是还可以 我们一般不太需要常常去训练负重跑 我们只要该带的强制装备都有带就可以了 那主要是针对这些超长距离的赛事 它要求的装备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多装一点东西 还有带食物跟水 所以整体的背包都会很重 那才需要做这种负重的训练 但是做过这种训练之后 对整体的激励 还有身体上半身的负重能力也会增强 所以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训练 这种练习是比较实际的 因为你要参加的是长距离的越野赛 不是只有上半身负重而已 你还要可以跑 所以平常除了跑步的练习之外 还要上山去负重跑 那负重跑练习之后你也可以发现 你换腿的频率变快的话也会比较轻松 为什么会变比较轻松 因为当你上坡一只脚踩在地上的时候 你的那只脚是支撑你全身的重量 加上那么重的背包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更快的频率来换另外一只腿 来减轻一开始那只腿的重量 如果你换腿速度太慢的话 那你单只脚就会承受很大的重量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小步快速的换腿 让两只腿来互相平衡身上的重量 跑起来才会比较轻松 我也是怕累了就一直换腿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跑散坡的时候 他的步频会很快 因为换腿的步频很快的话会比较轻松 当然这是要经过练习 就是用两腿快速的交换来分担身体的重量 练习负重跑散也是一样 单脚承受的重量实在是太重了 所以要两只腿不停的交换来分担身上的重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来 我腿算了我先走了 别理他 我腿慢了我走不了没办法换腿 这个也是在练习之后才会发现的 如果你没有实际去跑山的话 你只会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在家里只练三半身负重 或者是平常在操场练跑步的话 没有实际上山去练习的话 你不会发现这个事情 而且下坡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下坡的时候单脚承受的重量 是你的身上还有背包的重量 那你单脚往下跑承受那么大的冲击力 股市投机承受的力量也很大 所以下坡的时候 步频要加快来分担身上的重量 所以我们之前就讲了 下坡的时候步伐缩小步频加快 除了可以增加反应的速度之外 你跌倒的瞬间 你也比较不会像跨大步下坡的时候 一跌倒可能就很危险 不管是不是正常的下坡 或者是背负重的下坡 那你小步频的下坡 腿部对身体的负荷就会比较轻 所以上下坡的时候 小步频快速的换腿 这个对上下坡都很有帮助 那如果你负重越岳跑完之后 你把背包拿下来 那你就单纯的不背任何东西去跑山的话 你也会觉得跑起来比较轻松 因为你的上半身病比较轻盈了 那你在跑山的时候 上下坡你会觉得比较轻松 因为本来你是背着比较重的东西去跑山 比较重的东西去跑山的话 上坡下坡负重的练习 那让你的身体的肌力都成长之后 那你没有背那么重的东西 你去跑就会比较轻松 这是很正常的嘛 所以之前为什么会说 常常登山的人很适合去越岳跑 因为他每次都背那么重的背包去爬山 他的身体的股四头肌 还有一些肌群都成长了 登山的选手劝求的就是连续跑动的能力而已 如果他没有在练跑步的话 那他来越岳跑可能也不太容易 因为这个跑步需要连续的跑动 肺活量也要足够 但是如果他有在跑步的话 来越岳跑 背包变轻了 然后他本来就有上下坡的能力 上下坡的技巧也有 那他跑起来就会变得很轻松 所以这种负重越岳跑除了可以面对TDG 330G这种长距离的越岳赛之外 那你练习完时候 在你的越岳跑的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那如果你参加一些短距离的越岳赛事 那你跑起来也会很轻松 也会比较快 所以这种负重越岳跑是一个不错的训练 而且这种超长距离的比赛 不是只有能负重就可以 你还有足够的耐力 所以平常也是要累积一些跑量 还有越岳跑的跑量 这种超长距离 你的耐力真的要足够 就算你跑不动了 你还是能够持续往前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耐力超强 可以一直吃的耐力 好了好了 我要再去吃了 那这种超长距离 它也很需要登山障 如果330K的距离 跑完都不用登山障的话 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表示你腿部还有全身的群群都很强 因为即使拿登山障这么长的距离 下坡的时候腿部一直承受力量 那你股市投机会受不了 之前我参加的时候 虽然觉得说下坡很轻松 但是你跑到一段距离的时候 你的股市投机已经很累了 你的股市投机已经都快受不了了 那你下坡的话就会变得很痛苦 所以有登山障的话 下坡支撑一下还是会比较好 震荡上除了上坡要使用之外 那下坡的时候也可以帮你承受一下下坡的冲击力 因为距离实在是太长了 而且有的下坡长达10公里到20公里 这种下坡一直连续下坡在台湾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子连续一直下坡 那在欧洲这种大山的长下坡这种很多 一次下坡下到城镇就要10几K 那这个腿部瘦不瘦得了 还不一定 所以下坡看起来很轻松 但是当你距离跑很远的时候 你这段下坡又有10公里 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我睡饱起来没吃饭就很痛苦 还不快点把吃的拿出来 现在因为有按摩枪 如果背包有准备按摩枪的话 那你到不在拿到你的总换背包的时候 你用按摩枪来舒缓一下 头部的痠痛的话 一定会非常的痛 不过要用按摩枪是要人醒着的状态来用 那在补站就不能睡觉了 只能按摩一下然后赶快睡觉 现在还有一种像裤子一样穿在腿上 然后冲气 然后你冷可以睡觉这种 如果有带这种的话更好 边舒缓你的腿部的痠痛 然后边睡觉这样也不错 那之前我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两样东西 所以之前我去的话 我只带退卤酸的软膏 那这个软膏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那时候我跑了100-200K之后 腿真的是很痠 然后到补站的时候真的很想睡觉 那到补站的时候 你就把退卤酸的软膏擦一擦 那你就睡觉 后来我觉得醒来的时候 脚真的变比较轻松 因为双腿本来是非常痠痛的状态 但是起床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变比较轻松 所以后来到每个补站 我睡觉前一定会先擦一下 然后再睡觉 起来的时候效果真的很明显 因为我们这种长距离的比赛 腿实在太酸了 所以它的效果真的是很明显 起来之后双腿就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这种超长距离的比赛 一定要带登山脏 我看那些精英选手他们也是有带 只是说他们可能不会一直使用 可以跑的时候他们就跑 那上山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登山脏 如果可以玩在这个比赛 又不用登山脏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不靠登山脏就玩在真的是非常厉害 而且那时候我也收购我的手 已经磨到起水泡 因为一直用着登山脏 我一直车车在登山脏那边 磨久就会起水泡 那时候我没有带手套 所以手起水泡 所以之后要用登山脏的时候 我一定会带手套 因为这档菜汁太长了 手真的是磨得太久了 长距离的时候 上半身的负重能力一定要够 那登山上也是长距离必备的装备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捷克月来先聊 记得订阅youtube 按赞FB粉丝 还有追踪我的IG 就这样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FB粉丝 带口罩 带口罩清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请不吝点赞FB粉丝